桃園龙德公寺妈祖 今年展开了八天七夜盛大的绕镜 昨天晚间抵达了鹿港天后宫 妙方也说希望可以祈求风调雨顺 烟炮声响彻云霄 街道上挤满数千名信徒 一路跟随龙德公寺妈祖 绕镜静香抵达彰化鹿港 信徒沿途摆设香岸 恭迎妈祖场面热闹滚滚 妈祖信仰一大盛事 桃園龙德公寺妈祖 南巡绕镜 八天七夜开春引起展开绕镜静香 徒步前往鹿港天后宫 在3月14号上午10点抵达鹿港了 桃園龙德公寺妈祖 每年都会举办八天七夜 骑不绕镜 抵达鹿港天后宫的时候 妙方热情迎接 可以让我们酒汉 逢干人在外 不可以让妈祖来清晰 我可以平平安 鹿港天后宫主委张伟东说 数千名信徒并肩前行 在锣鼓喧天队伍中 互相扶持关怀 一步一脚印 只为了与妈祖同行 绕镜途中 有了妈祖指引 紧紧迁续 所有人的心 延续和四妈祖的新乡路 我们这次是有一点疫情的关系 绕镜就有五千多个人来 我们希望明年 在疫情消散的时候 一起绕镜走八天 福气一整年 桃園龙德公寓计 3月25号上午7点 骑马离开鹿港 继续绵延百里路程 信徒说 妈祖带给信众的安定感 不仅是宗教信仰 也是平安祝福 每一步都有丰富的故事 东森新闻 陈永毅 陈志辉 江华报导